大家好,我是國教排隊 我會開運動,有點試過 我會開運動 這次我要介紹的是用VTL的Po達到矩盤 有用過其他的VTL嗎? 用VTL的Po達到矩盤 沒有用過 好,沒關係 讓我介紹一下我們所使用的一些東西 這是我們團隊的介紹 一個是我,一個是女性的動作 她的程式非常厲害 所以現在女性動作是越來越厲害 比較小看女生 那麼多機器比我們男生比較輕鬆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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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首先介紹一下我自己的工作經驗 十年前我是一開始是寫加法出來的 一開始是做一個信用卡的N-base 就是在搜尋的系統 後來進入了這間公司 這間公司就比較講 我們公司不太喜歡讓公司在外面去講技術的東西 對,這比較保守一點 然後一開始我是用 我就改寫TGP 然後是用做一些業績計算啊 然後是用進油算接 然後之後就是越做越大的話 然後就開始要寫一些排程 所以我就從這邊,從2016年就開始研究 然後就是剛好找到這套問題 然後從這邊開始實驗 然後之後一些專案 那我就會把這些 之前用過的那些open source 套用在新的專案裡面去 像2017年我們有做一個 AIDA Serverless推播系統 然後這個是在去年的 IP Home Serverless OSTAR 有介紹過 那就是一個無伺服器的主機 雲端主機 然後的推播系統 然後可是雲端跟地端的間接 我們就是用ETO來做 然後2018年的話 我們就在研究另外一個東西 叫做 Graph Database 就是Alongco 我們是使用AlongcoDB AlongcoDB AlongcoDB也是一個open source database 不過它是一個 用GraphBase的基礎 來去實作 然後這個 這個我也是在去年的Modernweb 也有介紹過 然後這個 用這個專案 在這個專案裡面 是在前期 我們要用一些RDB的資料 轉到給Graph Database 所以我們就用這一套ETO來去做 資料的轉換 所以這一套其實 雖然感覺好像很不起業的樣子 可是在每一個大系統的 中間的串結是佔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那為什麼我要用這個東西呢 因為其實 小弟不太會寫程式 然後寫程式就是爛爛的 然後又要等不久 就是別人寫 可能那個 剛剛那個旅行公司寫一天 我們就要寫三天 類似這樣子 然後所以我就 好累啊 所以我就 欸 可有沒有東西可以讓我見面來啊 就可以呈現出來 所以這個是要講一個NTO以前的故事 就是 我自己又開發一個系統 然後他每天都是要做一個 兩個牌子 就是 用可能新的報表出來 那我就要 可能 我就要用PGP 硬幹出來一個 然後 可是因為他需求 我們公司人比較多 大概兩千多人 算是大企業 所以他的需求量非常大 所以 我每天都在做這種事情 可是一個月下來的時候 我發現我好像每天都在做重複重複的事情 然後都 不能玩新的東西 因為我喜歡玩那個 喜歡玩新的open source 所以我發現一個月下來的話 我怎麼都 都在做這種事情 所以我就是希望說 欸 有沒有一個東西來弄 那我弄滑鼠 點一點 然後我寫 我把別人寫好自己 我貼上去 我就很跑了 然後像 我們之前公司是有使用SSIS 這個大家知道什麼東西嗎 就是 就是微軟的ETL工具 然後 你剛剛在使用的時候 發現 有零卡 什麼都要 atomyspace的選線 那我們那個電腦 又不能用atomyspace 所以不管做什麼樣的操作 都會叫你 請 打 請輸入 使用最高權限者的密碼 我就沒有 所以就 一直 繼續 一直繼續 然後 玩了兩天之後 好 我就把他造型 他的方案來做 而且他又在Windows space下面 大家應該 都是 Ninus iHouse 有 Windows iHouse 樓下 我現在有Windows 不要 所以 我就 花兩個星期 我就 在Google上面 找 open source etl 我記得 Ninus 那個是關鍵字 因為 我們的主機 都放在Ninus 上面 比較沒有太大的一些問題 所以 我一定要在Ninus上面 操作這個東西 所以 我就 照照兩個星期 但其實 基本上 你在Google上面 可以找到很多很多的 相關的資訊 所以我就一個一個試 一個一個試 看你的 看我的上手度如何 所以我花兩個星期 把這個 這個 我只要花了一個小時 我就上手 大約上手 大約 所以 比較我們操作 一些簡單的操作 所以 好 我就找入這個 進公司吧 然後 再講一下它的歷史 它歷史 其實 它這間公司其實是Pental 它其實是一個 很 古老的 歷史悠久的一個 專門做 資料處理的一間公司 然後 它在2015年 被Touch訂購 然後 在2017年才正式 納入 Touch的一部分 所以 所以你剛開始見面的時候 剛開始見面的時候 剛開始見面的時候 是這個 最早的時候 因為還沒有被訂購的時候 然後 我們就看 這個沒有Touch的資源 然後後來之後 你們再開啟 這個整個亂接的時候 就會有Touch的資源 然後他們的 Open Source的那些 開源的程式 也是有Touch的作為 好 那 俗語說的話 就是 做什麼事情 就要靠自己 這個 畢竟我要導入一個 新的東西 進公司 這是一個 對很多工程師來說 這是一個 革命 就是人家會抗拒 因為我們公司 很多都是學家 你一聽到說 你要打Open Source 開玩笑 我Jama都能做得到 為什麼你要打那種東西 這比較 革命 反正一寫的程式都能做Bug 對不對 我就導動進來 好 這個 可能大家實際來不及 我給大家看一下 那就是 一些Demo前的準備 因為它其實 Title的原始碼 越來越大 因為我剛開始 最早下載的時候 是600Mbps 現在 現在我昨天看到的時候 是 怎麼變一點多G了 不是 這不是壞事 就代表說 它的功能越來越強大 所以 電子還要很多的 一些套件 都在裡面去 可是我們可能用不到這麼多 可是就是 就是剛剛 就是有就放著 因為沒差 反正我們只要 把我們要的需求 能做到就好 好 那就是 所有的Lab環境 我都是用Duck 來試做 然後那些範例程式 我都放到我的Github 所以大家有興趣 最後的時候可以自己做一些小實驗 那我就 現在就先做 今天我就會先 大家看著我做一些簡單的實驗 然後回家 大家回家的時候再自己做 真的很簡單 真的很沒關係 然後先講一下裡面的整個 組成模式 它裡面就是像堆積木的方式一樣 就是你把一些元件 拿出來 然後放在裡面 用一些線串接 這樣就行 所以整個原理就是用 積木堆積的模式 然後推 推 推 推積起來之後 你腰的一些流程 好 那我們再講一下 什麼是ETL 那 什麼是ETL 首先就是 就是提取 英文不太好 反正就是 拿資料 然後做資料轉換 然後再把資料放到 你要的地方 可能Data Base 別的Data Base 或是一些文件 或是一些什麼 或是打 像我們剛剛都寫的 打HTTP 這樣也行 所以你只要 經過這樣子 一整個 從A的資料來源 然後換成 你腰的模式 然後到B的目的地 這樣做一個整個過程 就是ETL 好 那 簡單講一下裡面的 先大家看一下那個畫面 先看我的畫面就好 首先它 最主要很大的兩個部分 是由Jub 跟Transformation 來收集起來的 那Jub就是一個 比較大的範圍的流程 然後Transformation 就是有一些 細部的一些資料操作 然後會 當作一個它的小元件 所以你看 Jub就是一個大的框框 然後裡面就是有 很多的Transformation 所組合起來的 所以我在講說 這個其實有點像 堆積木的模式 好 這個等一下 大家看它 忙來的樣子 等一下看我實作 一下就知道了 所以那個 我們看到下面 下面最下面 其實最後 最簡單的模式 就是像下面的樣子 就是 開始 由Jub的包子 開始 然後做Transformation 然後最後結束 就是這麼簡單的 然後它其實裡面 有很多的一些 元件 就是 左邊是Jub的元件 你看它有Mate 有Mate 然後有那個 資料操作 所以它的功能性還蠻強大的 然後右邊的話 右邊的話 有很多那個 什麼 Input Output 還有一些 資料的轉換 就是例如 自串的擷取 或是資料 資料的 自串的結合 那你就可以用 旁邊的一些元件來操作 那基本上 你就不用寫的很一行層次 因為你寫成是一定會有Bug 一定要做一些QC 那你拿元件出來 你只要能夠就夠了 能夠就是 就是QC完成了 對 只是怕你資料上面 所填的那些字 你可能會有錯 好 那我們可以簡單 因為很多人 因為我問過很多人 對這個Keto 有什麼樣的感覺 他們就一開始會覺得 不知道該哪裡下手 不知道該怎麼操作 然後所以 可是我們覺得 可以有這個樣的一個模式 就是有線動態機的設計 來當作一個參考 就是它 有線動態機 它其實是有一個 開始的一個起點 然後經過一些 中間就很多圈圈 就是資料的處理 然後最後 一定會到達一個 結束的狀態 所以你看這個模式 其實跟我剛剛 所講的 最下面那個 其實還蠻像的 就是開始 處理 然後結束 對 所以我就覺得可以 在設計你的一個資料程序的時候 你可以先以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來設計你的 你的整個資料流程 到底是要怎麼樣來實作 好 好 看到這個 傳說 傳說中 只要到有套會 Live Demo 一定有魔咒 就好像剛剛 好像出了很多 差都已經 那沒關係 我有 我都有事先做好 所以你不會怕 那我們先簡單講一下 我們等一下要做 怎樣的Demo 就是 資料 讀學轉換 好 就是我這邊會用一個 有型重災機的模式 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好那一開始 我們就先撈資料庫 撈完資料庫的時候 我們再去做 因為我們那個資料庫裡面 有一些 性別人 性別人 人名 性別 還有他的電話號碼 這樣子一個很簡單的資料 然後 我們就拿到資料的時候 再根據他的性別 然後去拆成兩份 兩份爆料 那這樣子的話 如果我是一般的寫程師的話 可能就 我要先 露著資料 然後再去 跑回圈 然後去看他 到那個欄位 到底是什麼 一還是零 或是他性別是什麼 然後再去output 成兩個 兩個file出來 對不對 所以 可是 這樣子的流程 我們不用寫那種程式 我們只要 簡單操作一下就行了 好大 好大欸 這個 這個就是他的介面 我們先從頭來好 翻掉 那因為 因為他其實 他其實 BAP是 加法的東西 他也是加法的 然後 然後 其實他的 裡面的長 就是 你下載下來的時候 他就長得這麼德行 裡面這麼多 很多很多東西 很多的他執行檔 因為他的好處就是 他 Windows也可以執行 然後Windows也可以執行 Mac也可以執行 算是一個真正的跨平台的 一個 open source 所以 所以這個 這一套真的還滿強的 一套 一套第三用 他 他 中間那麼多 把中間那麼多 那我幫大家工作過了 他主要是 你看他的名字 都是一些 都是一些廚房的 BHD 做Pitching 或是 湯匙 或是 平底鍋 之類的 名稱 對 那我們真正 真正執行的是 湯匙 湯匙BAT 不是 湯匙SH 就 我們直接在 comment line 直接下 好 這樣直接下 他就會打開來 下面有一個 下面有 拐出來 然後等他拐一下 因為 大家知道 加拔最大的弱點 就是要起這一邊 那前這一邊就是 要時間 好 這個剛剛那個樣子 然後他的 你真的 就是一定有法 Ethatch 給弄進來 那我現在demo第一個 第一個東西 剛剛講的就是 就是從資料庫 然後抓 資料出來 然後再 拆成兩個檔案 那首先我們看一看一下 這個 整個介面 整個介面我們看一看 左邊是你的 所使用的 這個 正在使用的 一些套件 一些元件 或是一些設定 像database的設定 我們就可以先在這邊 這邊 這邊來 我整個重做一次 你可以先在這邊 用一個 Database的 combination 然後基本上他已經有很多的 很多的資源已經在這裡面了 所以幾乎所有的RDB 你就可以 按下去 然後設定好 然後確認 然後測 而且他連測試都幫你做好 所以這個還蠻方便的 那我剛剛已經有在用DAC做了一個 在Local端做了一個 一個模擬的環境 所以我可以直接一點 看一下好不好 欸 這邊有了 好 再快 可是我已經把一些我自己的設定好 打進來 然後你可以自己按TEST 然後看看真的可不可以連 所以你連測試的工具都不用寫 你直接用它本身的東西就行 那這邊還有一個很大的 很大的一個 Mega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他 他畢竟 他畢竟是一個 幫你包好的一個 open source 他並 因為他不會隨著一些資料庫 幫你把 新的他的那個 這一Job 把 放到他自己open source 所以你 你可能在連 新的Database的時候 你需要 去那個 他的RDB的 官網 然後載他的那個 Job回來 然後放到 LIB的那個資料夾裡面 因為像我們這邊 像我們這邊剛剛載下來的那個 這個整包軟體啊 他最上面有一個那個Library 那你只要把 你下載好的那個Job 擺到這邊來 然後再重新開啟 整個那個Keto 你就可以吃到裡面的資源 你就可以直接來使用 像剛剛我 我在Demo 我在那個 在做Demo的時候 我就有發現那個MariaDB 然後MariaDB的時候 他不支援 所以他會產生一些那個 Igalypse 就是跳錯了 反正他說 沒有這個遠鏡 你不能用 所以我就去載 去載下來 然後放到這邊 就好了 所以那我就幫大家整理一下 我們比較常用的一些Job 你可以直接從這邊下載就可以 先把Maria 或是MySQL 跟Postgrid 那我同時有用Oracle 所以 所以 最主要RDB 應該就是這個 MSSQL 我沒在用 所以不要 好 那 那這邊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重要的東西 因為你每次建一個新的Condition的時候 你在建另外一個專案的時候 你會發現 你又要請建 這樣很麻煩 那我會有希望說 我從這邊建好一個專案之後 大家可以共用 共用做Condition 所以他這邊很貼心 他就用一個 血兒的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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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響的指令 你剛剛 現在看是沒有一個初體 可是假設 如果你把血兒打開 他就會變一個初體 然後他 他會 他會在你的蹲蹲物底下 偷偷進一個隱藏感 大家看到嗎 好 看不到 他這邊偷偷進一個 點黑頭檔 黑頭的資料檔 那我們進去 看進去那個 這個資料檔裡面 然後他會有一個 血兒 血兒.xml檔 那我們再看一下 血兒裡面 他就會把 他就會把裡面那個 你剛剛所設定的那些 帳號密碼 通通放在這裡面 那假設如果你要轉移 像我們有 有一個情況就是 我要轉移 這個整個專案到別台電腦 你要記得把這個扣走 要不然你沒扣走的話 你又要重建 你光只扣執行檔的話 又沒有扣 只光扣你的儲存的這個檔案 是沒有用的 好 那我們趕快走一下 欸 因為我們走掉 因為大家都在這邊走光路 那我們剛開始的時候 是可以從DESIGN那邊 去選擇你的套件 大家看到嗎 大家看到嗎 大家看到很多人都可以選擇 那我們每次預設的時候 就先拉這個 然後約有D 第一個 我們預設的時候 就會先拉這兩個 這兩個進來 開始結束 然後中間也在隨便你自己設計 然後他這邊 就是你按下去 右鍵 然後就會拖離起來 這樣會代表你的資料流已經串起來了 有沒有很簡單 就只有這樣子而已 然後你的按鈕 這個線的按鈕也是可以做選擇 這個代表勾勾勾意思代表說 你這個程序正常完成執行的時候 才會到下一個步驟 可是假設如果你點一下變XX 你這個執行壞掉的時候 你可以導到別的流程 例如什麼 例如打Mail 或是一些退步的警告 可以跟工程師講 你的程式其實有問題 或是一個鎖頭 鎖頭意思是要說 它是不管這個執行步驟正常與否 它統統往下走 那其實也有人有這個需求 可是我畢竟大部分都是用GoGo為主 重點 重點 我們可以看一下 Transformation到底是要怎麼做 因為按鈕 在這邊頂右鍵 然後就可以看到內部的東西 可以深入去打開它的 所連結的Transformation 那你這邊就可以 左邊其實有很多元件可以來使用 看我們可以打開一下Input裡面的內容 它就會有很多CSB 或是Excel 或是一些XMail 或是街上的格式 那通通都可以使用 連S3都有 所以它也可以從平端裡面直接拉 拉資料回來 那你在Output 跟那個上面寫的蠻像 所以你有辦法撈出來 你要有需求也會產生那些檔案 那你產生的時候 就是用Output來把你的資料來輸出 我開玩笑 好 那我們快一點 快一點 好 那我們一開始 我們先檢查一下 我們的那個 怎麼抓資料 那抓資料也很簡單 你只要拿進來 然後選擇你剛剛所連結到的 所設定好的Data Base 那你有可能發現說 Data Base 你不知道它的schema長怎樣 沒關係它很貼心 你只要有帳戶密碼 你就可以直接 撿開來 然後它就幫你寫好 它就幫你把schema統統抓出來 所以你連Data Base看schema 你就都不用了 它還有一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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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們常做的 就是你看到資料 其實沒有感覺 那你可以用PubQ的方式 來看看資料長怎樣 有 有人很神奇 所以我們常常用這個 來做驗證資料的工作 好 那當我們抓好 你的鎖定要資料之後 然後就可以做一些資料的操作 像我這邊有設定好新的 建立新的欄位 就是我根據判斷說 你的性別是什麼 然後再另外把這個性別 另外理念成一個 新的欄位名稱 放到它的贊成記憶體裡面 那我會看到 我把1就是當作Boeing 我點這個 因為你產生報表出來 01 對使用者 對看報表的人來說 根本不知道什麼東西 所以你可以透過這樣子一個轉換 然後讓報表的可讀性會更高一點 好 那我們剛剛在講 在弄一個這個 switch的動作 那就是判別說 你的哪些資料欄位 你這個資料欄位 是需要怎麼樣做轉換 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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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來 那我就判斷說 我要檢查 性別的欄位 如果是1 那我就照 上面這個步驟 如果是0 我都照下面的步驟 那這個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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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步驟步驟 步驟步驟就是這個 取 把你的資料 產出線 比如說打出來 所以這個 你可以看它上面的箭頭 下面 這個 這個 這個圖是蠻有趣的 就是 往在下面 有出來的感覺 有出來 有出來代表說 我要把資料取出來 然後 然後 箭頭在上面的話 就是我要把 資料放到檔案裡面去 放到別的地方去 你可以用這樣子 看你別的 這樣 看光看圖示 就可以知道說 這個到底是output 還是input 在電源裡面看 好 我們剛剛都 都好了 都好了 那我們就可以拍開 直接執行裡面的這個 程序 然後 可以大家看一下那個 影音本 影音本 是放在 Washar裡面 我們可以看 Washar裡面 其實沒有 都沒有那個 FOE跟客偶的資料 那我 當我執行 開始執行的時候 然後 就 撈出來 然後 然後 如果 全部打過 代表說 你整個流程是正確的 都沒有出現任何的 好 那我可以看到這個 剛剛都沒有出現 所以我可以看到 這邊都有 兩個檔案出來 然後就是可以把 你的資料 你只要 透過 我們就寫 任何一堂程式 然後就可以 區別 你的 結果出來 然後 這個 各偶也是一樣 他把各偶 訓分出來 所以只要 只要透過剛剛那個 即正中的 過程當中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把這樣子 一個 把這個簡單的 功能 就可以做出來 如果你很熟的話 聽不上 剛剛這個 什麼步驟啊 就只要一根功之間 就可以把它 露出來 好 那 剛剛 剛剛講的那些東西 其實是 最簡單的一個操作模式 然後 後面 操作模式 比較困難的 就是像 我記錄說 TB啊 或是一些變數的設定 這把盤是變數的設定 然後就看 這個Demo 首先我們這個Demo 就是要 抓FTP的東西 然後 把CST 補出來 然後轉換層次 就是 我把那個 09 改成加886 然後再存到 存到另外一個PXD 然後再FTP回去 要回去 要回去 那我剛開始的時候 你是按照剛剛的整個流程 開始 然後做一大堆 那個 狀態的青春 就是 你所要的設定 然後最後結束 然後中間 也是存在一個 一個Transformation 那你比較 這個概念 像比較 如果是比較 大範圍的 像是一個 對整個流程的主題 比較 你知道 資料 你對整個 整個流程的 資料的 最外層 你可以就用 就放在Jug裡面 如果是比較 對一些 資料的一筆一筆的 細節操作 然後就Function 所以我 所以我那個FTP 我是擺在最外面 來 來 來去先 先撈取 然後這邊我可以先做一個 變數的設定 就是我把 我要抓的檔名 我先寫到變數裡面去 然後我就 用BioName 就這個 這個就變成一個 一個 JBA裡面的一個變數 那我在 我在抓FTP的時候 我就不用再寫 檔名的 那我就把 我就可以把那個 變數名稱 用 用裡面的一個 比較特殊的 一個方法 用錢 然後 大括號 刮起來 這個在裡面 就是 視為一個變數 名稱 變數的表達方式 有點像 PHP PHP只是少大括號而已 好 時間有限 好 快一點 好 我可以看一下裡面 怎麼做什麼 它其實 它其實很簡單 它其實就是 你剛剛設定好的一變數 然後在Transformation裡面的時候 你還是要 做一個 接受動作 因為它畢竟 一個是不同的 不同的成績 不同的檔案的流程 然後 那我把這個檔案 檔名再接回來 然後 可是檔名接回來的時候 我把我的 絕對路徑通通 把它加上去 之後 後面再多加一個 剛剛所設定的 這個 DialName 好 那如果說你是 真實沒有變數的話 你這邊也可以做個 測試動作 好 那這個流程 這個是 就是 AB這個 reprise in stream 它其實就是 做一些自傳的轉換 所以你在裡面 就可以 做一些 你不要人 做一些資料清理 那這個 這個流程 我多一個這個流程 其實是因為 它有一些 反協 就靠偷資源 我必須先把 靠偷資源先 解掉 我才可以真正 抓到檔名 所以真正 真正在轉 加886 是在這邊 那 這個好 它的好處就是 你也可以用這些表達式 來表示說 你要抓的 詞 轉換是要長怎樣 像我都是抓 前面 是09的 重複 轉換成 加886 加9 就是09 加869 什麼什麼 好 那後面就是一樣 一樣的步驟 就是我把這個 也分成 分成一個 男生女生的 分成男生女生的流程 好 那 我們看一下 我要給他 怎樣質詢 不要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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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 這邊 我那邊 DAC裡面有一個MTP 他是直接指到這邊來 那等一下就會 這個 會多出兩個 兩個 貌雲跟個偶的一個檔案出來 就是要把皮皮抓好 然後這次要處理 再放回去 這樣子 夠夠夠夠 都做正確了 所以 我們看看這個 欸 剛剛多兩個出來 然後 轉排 就是加886 後面 然後多 多出來這一行 不是 因為原本就 原本是長這樣 原本是沒有加886 然後經過我 剛剛的步驟轉換 那就可以 產生出 你要的 新的資料出來 然後 而且 而且可以做一些 傳輸 檔案傳輸的動作 也可以通過這個工具來實作 好 那 因為我們 像我們公司 就是有很多的流程 所以要來實作 可是 我 我想 我有需求就是 我在同一個時間點 我要多次自信 很多不同的自信去 那這樣該怎麼辦 它這邊 因為是這樣 所以會有一個多自信去的設定 好 看Demo 好 它這邊有一個設定 像這個Demo Demo 我這邊也是 做一個很簡單的Cup的動作 就是Cup DB裡面的內容 就是 看Foint 男生有多少個人 然後女生有多少個人 多少個數字 然後 另外一種性別有多少人 然後假設如果說 我大於0的話 我才可以自行 下面的動作 然後這邊會有一個設定 就是 像我們一看 看那個Log 我現在是沒有做 多自信去的一個設定 那我們可以看它這個下面 下面有個Log 其實 一個好的Open Source 其實 最重要是看它Log的網路完整 基本上就可以知道說 這個Open Source 寫得好不好 因為Log越完整 你剛好說 你所執行的這些動作 月曉系 你才知道 你才能了解 你的問題 你的操作有多問題 所以我們剛剛看一下 你剛剛沒有做執行序的話 它其實是 有一行 由這一上面 最上面的做完 之後 才接著做 第二個 然後最後才做第三個 可是 你沒有辦法說 我一次要先三個做完 中間這一桶 我一口氣要先做 它就很貼心 我這邊做一個弄 一個設定 就是 你要 你要做 多重執行序 然後它就 它的圖式都變成這樣子 兩個 兩個箭頭 兩個箭頭 要把這都是同時並行的意思 那我一看那個 剛剛的Log 它其實是 上面的Boy執行完 然後就 Get 就 Success 然後再接著 然後最後才下給你 那如果說 我剛剛做這樣的設定的話 再執行一次 然後再執行 因為它的設定 都統統跑到對下面去 代表說 它一開始是 執行的三個一起執行 然後最後才把你的結果 呈現出來 所以它變成是 多重執行的意思 所以如果你一口氣要執行的三個流程的話 你就可以用這種方式來實作 就不用等了什麼上面第一個 上面第二個 這樣子 然後我們這邊 我們這邊還有一個 那個 先不要看 這個 我們這邊有踩到一個很大的雷 就是因為它的 它的初始 JBM的設定 我可以看一下它的 它那個 湯匙 它就 先跳 先跳 就是它裡面的 那個湯匙的設定盤 SH的設定盤 它有一個JBM的設定 它初始只是1G 最大到2G 可是如果是假設你的 你的速度機並不大的話 那 同時執行兩三個 因為很快就飽了 所以我們就 我們就遇過說 我執行太多 太多支 程式 然後這樣整個 電腦看住 動不了 所以我們就想盡辦法 要縮小裡面那個最小支 那我們這樣有實驗一下 然後最小最小的 叫50M到100M 這樣子 它是實際上 還可以跑的 可是不影響 不會佔用太多 速度機的一些資源 所以這也是一個 蠻嚴重的類型 因為你 當你的電腦爆掉的時候 你只能看著它 然後做重機的動作 那其實 在中間那個時間點 你可能都不知道它死了 那我們現在 第四個NEMO 第四個NEMO 就是 我必須要把一些 它的資料 透過API的方式 我打到別的API 因為我們在想說 如果你要導這個東西 重新再 用這個東西來實作的話 是不是 是不是需要把 舊的程式 砍掉重點 其實並不需要 我們只要利用一個API 然後做額外的間接 其實就行 而且它還可以用那個 share script來 當作你的一個執行的步驟 所以你 你INDEX很熟的話 如果你 電腦不熟 你INDEX很熟 那你也可以用 INDEX的方式來去 操作這個 裡面的你需要的動作 好 我們簡單講一下 好 我講快一點 就是剛剛一樣 先撈到資料 然後再 主計算格式 然後再打API 然後我這邊 這邊多一個 這個步驟是 share script的動作 我就是 把這個動作 rename而已 就這樣子 好 這個也就是剛剛那個動作 然後最後我再做一下 就是rename成別的東西 就是MD 然後成556 然後API的模式的話 API它其實很多 很多不同的套件 其實我最 最常用的其實是 Great West for Client 因為它可以選擇 選擇你要的動作 Post the gate 然後其他的 其他的雖然看起來很像 很像很多 可是都沒什麼用 都沒什麼用錯 所以它有一些元件 其實看到這麼多 其實能用的 能用的就那幾個 然後你其他的 不好用的你就 就略過 挑你喜歡用就行 很多重複性的東西 所以我才擺人 擺得這麼多 那你可以 好 那我就 執行一下 好 這樣完成 那我可以看到 剛剛的 我剛剛一本是產了一個Demo Demo的Excel 那我再去rename成556 所以 所以你在整個流程當中 所以 你可以 執行 很多種不同的模式 來 來加入你的這個 整個資料流程裡面 不管是API 或是 GISPIN本 你都可以 你都可以 加入到你的流程上面去 然後不要 不要受到 所有 不要受到程式的 語言的限制 什麼語言其實我覺得都 都沒什麼差別 大家OK嗎 就快講完了 其實 其實我們剛剛 剛剛整個步驟 其實我跟同事分享的時候 常常講一句 拉一拉就出來了 你看我們剛剛所有的動作 其實沒有寫 任何一支程式 可是我可以 可以取得不同的資料 然後做很多的資料處理 然後最後 很多的不同的 那個 結果可以 不同的形式的結果 可以 呈現出來 可是我不用 我不用 任何一個程式 所以我這邊 有個 常講的就是 拉一拉就出來了 對 那其實我剛剛介紹的東西 其實 在那個 KETO的生態圈裡面 其實很小很小 一步步的 因為我剛剛 時間很有限 所以我就講 大概講的 像冰山一小角的東西 其實它裡面 有很多的 不同的 不同的套件 像Dashboard 或是一些Reporting 還有資料分析 還有Data mining 其實都有 你也可以把 你真的要做資料 整合的時候 你可以 把其他的工具 套用進來 然後可以完成你的 這個 資料分析 一些 分析的 這些東西 好 那 那 那個 我們在 主要我在介紹的時候 我在分享的時候 想要分享 遇到 有人跟我說 這操作其實還蠻難的 讓你用多久時間 來熟悉整個 整個界面 其實我也花了半年的時間 來整個熟悉 其實半年的時間看起來很長 其實 中間的雷也是踩得那麼多 所以 可是 有那個SRE的前輩 就是講說 雷踩多了就是大石 所以 你要成為大石 就是 你要敢超敢 你要去試 那如果你 你試成功了 基本上你就是 這方面的專家 那你就可以 就可以 很得心一手 來收拾 來使用你的東西 像那個前面那個 那個車 我根本就不懂他講的 然後 還有一個是 還有一句話 給大家 就是那個 這是AWS SA.hu所講的 就是 Builder Coder 就是我們不要當馬桶的意思 就是很多城市嘛 很多人邊那些好東西 我們只要拿來用就好 並非要重新自己刻輪子 就當別人有這種輪子 都已經在那邊了 那我們直接拿來用 那我們其實很快就 可以完成我們的目的地 讓老闆交代 然後我們就可以跟他 要加起來 然後這個 因為時間很有限 所以我沒有 我沒有把一些公司的東西 真正大的 專案的辦理 拿出來講 那這個是 下下禮拜 那個 我小的小弟 有去 真正把 大的 大的專案 放在這邊來講 那有興趣的話 我之後也會放到那個 施來下 如果沒有狀態 我們還沒關係 就是 我之後會 也會分享給大家看 說這個 大型專案是這麼玩的 好 好 這個是我的傳統 可以跟我拿走 等一下 大家笑一個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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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